这道菜肯定是年饭必做的一道菜 今天分享年饭第三十三道菜 油焖大虾 首先咱们选择22只大虾 咱们挑虾线的时候 第三节咱们用压签扎进去 往上一挑 这个虾线就出来了 这个大虾咱们都事先洗完了 给它热锅凉油 虾锅咱们给它煎制一下了 煎制两面金黄 咱们用中小火慢煎 把虾滤的虾油咱们给煎出来 煎之后 虾拔了一边去 葱姜蒜给它炒出香味 再来点蒜蓉辣酱 来点番茄酱 充分的给它炒出颜色了 烹熟半勺的料酒 这个去腥 然后加上开水或凉水都可以 少来点老抽调的色 来点盐味精和白糖 做大虾不用太繁琐 也不用太多的料 咱们小火锅多三四分钟就可以了 到时间了 咱们用中火给它慢收汁 把汁全收到大虾里面去 一咬一口就是爆汁那种 非常简单的一道蒜香味的油焖大虾 孩子特别爱吃 每天分享一年饭 喜欢呢 帮小朋友点个红心 感谢您了